普悠马号风光的开进台东 曾经是台铁车速最快的 这个白铁载光华号火车 在服务48年之后 因为引擎声过大 而且没有空调 在7月15号下午5点20分 开出最后一半车之后 就会正式退役了 不少铁道迷知道之后呢 都好舍不得 昨天搭乘清晨5点02分 从台东发车的光华号 并且利用列车停靠车站的时间 下车抢拍光华号的美丽声音 台铁表示 是让我光华号退役之后 会保留四辆做文化资产 但是不在客 只是配合活动出勤